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圆熊》 咱们上回这个家藤的妈妈来了之后 这个家藤也肥上了 对 我也开始更进一步的征婚了 对 连广美都把袜子穿上了 对 手袜给穿上了 而且我发现文涛自从见到你妈妈之后 这是小鹿乱撞 没错 我觉得你妈这么兴奋 我不懂 那可能您这个心态很开放 您这个还没来过日本 这个日本欢迎您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你对于日本的女性是有比较多的遐想 因为你母亲的表现真的是令人蛮刮目相看的 真的 第一次上电视 第一次上电视 四人形独间 他们都说就是把家藤的饭碗抢了 这个妈妈来这边很高兴的 妈妈很高兴 对 也是为常常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你看日本人说话 特别有意思 我跟你说 日本这个民族 我觉得它有一种郑重 你记不记得上次做节目 家藤讲起一个事 我印象就很深 咱们是讲情人节 你记得吗 他就是讲到 就是说在日本实际比中国开放 就是夫妻 两夫妻多年的夫妻 那不能只许老公有情人 说太太也有情人 你记得家藤是怎么说的吗 他说这事他恶狠狠 你知道吗 他说老公不能光想着自己找 太太也应该有作为 对 有所作为 对 后来我就琢磨 这是你们的一种民族性 就是日本人 他把享受权力都说的 都像承担义务一样 因为你比如你决定离婚 比如老公找到女人 然后女人我不能接受 我们离婚 那等于服了 你是不能服的 那日本人五十道精神 你不能服 那我也找 这是执着 日本人那种执着 你找我也找 各找各的 那这样就平等和谐了 日本和谐 自财的方式做的 对 日本是以和为贵 是吧 你们和是这么和 那是你们的和 我们的和不是这么和 我跟你讲 我们这和呀 都是那个劝架解分的那个和 我觉得我就又想起一人 一上海妈妈 阿姨 叫什么万卿 如果我没记错 叫博万卿 什么的 你知道你听说过了吗 光美在上海很火的 上海出来一个那种老娘舅的 一档节目 一档节目 我好像有看过 对 他你一看的那种典型的 就是那种街道居委会 就是那个大婶很热心 到处给人排难解分 你知道吗 最近他一句话引起很多议论 他就说女孩不能乱来 女孩不能随便跟男人睡觉 说白了就是 当然 这是常识 这是常识 常识当然 连我国都这样子的 AV产业高度发达 我国 但是你是现代青年 对 你看你听阿姨的这个话 阿姨说了一句什么 就是说女孩的真操 是她给婆家最好的陪嫁 这事就一时激起前层浪了 很多人 因为有人就说这是封建 怎么这时候还聊这个呢 对吧 但是阿姨自己也有一套解释 她说这事就得具体个案分析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个节目 就说到了这个女孩很轻率 就跟一个男孩就是上床 所以我就要这么讲 所以现在真操也成了一个两回话题 我觉得老娘就讲了这些话里面 您讲的您转述的这前半段 我是觉得非常赞成 但是后半段的话 我是觉得是在现今社会上 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但是我真的很赞成 为什么有难度呢 如果很难守得住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要讲说你四十岁才结婚 你如果二十八九再结婚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这样讲 香港现在的那个 就是说对于青少年 他们的这个调查 十三岁有性经验的人 比例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等到二十八九岁 你说对我还是处女的话 我觉得 几率是真的不大 你如果说为了要守这个陪 陪嫁品的话 很难 我觉得太难了 我觉得太难了 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一段 就是说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你不应该随随便便的 就把自己的真操献给一个 不值得献给他的一个人 例如你十三四岁的时候 甚至于你十五六岁 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判断 你身边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值得托付的人 但可能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在日本这个是涉及到你的面子的问题 比如说面子的问题 里子的问题涉及到面子的问题 面子的问题对又是面子的问题 是吧 那我们就是当时讨论 同学呢我们十五岁初三的时候 你还是处男 你还是处女 这我们在公开讨论 是有面子的事还是没面子 是没面子的事 没面子的事 你依然是处男 那你是没面子 那你依然是个处女呢 那也是啊 也没面子 也似乎是没面子的事情 所以说这个呢 是涉及到很多就是说连锁效应 那就是说那我是处男处女 这本身是个人的选择 是吧 你是献给什么人 这是你自己决定 而且这个人 我个人认为 他的过程最好是封闭的 我觉得你这个话 就前后矛盾了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封闭 而且隐私的 但事实上你们又好像为了要 要得到所谓的面子上的光荣 才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就是为了拿出去公开跟讨论吗 那你又说 日本是直与刀 永远是矛盾的 直与刀 直与刀 两个极端 日本人就是两个极端 自己开放又封闭 自己外向又内向保守 所以这是个日本人的特点 还真的是 他就是对立两极的矛盾 所以今天这个经济上也起不来 是吧 对 有关系 但是啊 什么叫真操 这也挺有意思 你知道 你一方说 你说现在开放了 对 可是我最近看见一个社会新闻 我就觉得也有意思 他就成行成事 说这还是我们河北 河北景行县的一个医院 我们有个老翁老头 70多岁 脑溢血了到医院 然后出院的时候 一看这个收费单 说老头做了处女膜修复术330块钱 老头说 这哪跟哪啊 说处女膜修复术 当然 由此他们一聊 就骂中国医院乱收费 但是其实呢 咱们就平心而论 医院也别骂医院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是错收费 肯定是错收费 他再乱收费 他没必要 你说你做处女膜 他是错的 搞错了 当然老这么错也受不了 可是这你就说明什么 现在医院里 这个东西是个行业啊 专门修复处女膜的 什么人有这个需要 有这么大的需要 以至于医院 有个明确的收费项目 看来很多女的做这个 我是说这个 嗯 日本有这行当吗 我没有听说过 而且什么处女上修什么肺 这我都是第一次听说的 呃 我至少知道一个在中南某省 就知道有一个 但是咱不能侮辱这些个患者啊 对或者是什么 但是我看那个报道呢 就是有一些个色情业的 嗯 性产业的 女的 他们去做 哎呦我觉得也挺辛苦的 这玩意 因为他卖就是卖这个膜 卖这个膜 比如说他可能就5000块钱 叫什么破除啊 什么就5000块钱 所以就循环的挣这个钱啊 你知道吗 做了 破了 这个做 就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 对 没错 循环经济 对可能在日本 比如一些歌舞集听啊 有一些地方 可能有类似的这么一个产业 是吧 但这是不公开的 我从 而且这个在在日本这个 看别人的这个清单 在在医院里看了什么病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嗯 所以就是说一般不可能在这么一个公开的讨论 不可能像中国如此的是吧 这个开放性的讨论这个问题 对至少我是不太能够接受 面对这么一个 我都刚刚刚开始我也非常的恶心 刚刚你说这个问题 那我再跟你说一个 就是说你说那个歌舞集听啊 歌舞集听呢 这事啊 还是我们中国人民呢 说实在的跟日本人学的 但是学了之后啊 把它中国化了 我跟你讲也是发生在中南某地 这都是这个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 不是我编的 太绝了 我跟你说法院都没办法 说有人举报 这人开妓院 好就去抓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卖银嘛卖银场所嘛 他去一看发现没有妓女 但是你知道他卖的是什么吗 一进去一看明码标价的 要跟巩俐税200块钱 你要跟那个二线女明星100块钱 什么巩俐啊张子怡啊赵薇啊 什么范冰冰都有 好交了钱之后一进去呢 是个那个橡皮娃娃 就是那个充气娃娃 你知道什么叫那个东西吗 嗯 也是日本的产物吧 日本日本的产物 就是日本产物 就是说啊你知道吗 有他有各种各样的 日本的AV女郎 真人倒模 这是你们日本弄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连这个器官呢 都是真人的倒模 当然中国的女明星 她可能做不到这一程度 但是她可能就贴个照片啊什么的 最后就被抄了 抄了说 要不说你也得关心人家农民工性问题 有很多农民工要解决 她想跟巩俐睡觉 你怎么办呢 对吧 她只要200块钱 趴在个像充气娃娃上 咕吱咕吱咕吱 然后抓进去 抓进去法院说这玩意 她说我没有我 我这充气量算自卫啊 我怎么叫提供卖引 最后无罪啊 就你法院没法判 你说这个案子绝不绝 那太绝了 那这个肯定是这个社会发展到 这个这么一个程度 还做出有关的贸易 是吧 那刚刚管美受不了 那当然我都没有办法判断 这个法院更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源头 你们日本这个流毒啊 流毒很广 咱们这下广告 枪枪塞运行 广告之后见 这光美我忘说了 听说这个充气娃娃 这个女明星的名字 我记得不是很准啊 也可能有你我漏了 她这样子太不厚道了吧 她这样子还只是一个充气娃娃 还收人家那么多钱 她干脆直接卖充气娃娃 不就结了吗 这在我们这都算盈惠品的产业 你知道吗 在他们日本可以 对我们是直接卖的 对 但中国这个充气很发达 有各种各样的中间 收很多中间的费用 对 这为了真的要 就是完全的解决人的 这个农民工的需求的话 那你就直接卖充气娃娃 你这样论次卖的 我觉得太贵了吧 没错 太贵了 存在还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我不否认 这个法院都没有办法 这个法治社会 那就是说这个 如果它是个正常的贸易 正常的交易 又不是一个互相的诈骗 那我觉得 当然我是不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侵犯人家 女明星的肖像权 人家招谁惹谁了 谁允许你把我弄成这样一个 对肯定 那你在家里面抱一枕头 你爱叫他什么名字 什么名字 你不能营业 所以喽 我就说他不应该 用这样的方式去营业 他应该直接就 嗯 嗯 广美更是慈善 是吧 咱们就不说这个 我就说 咱讨论这个问题 说所谓真操 其实你觉不觉得 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 我都觉得就说 你真操是寄托在一个具体的 一个物理的物质的器官上 还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真操 嗯 这个挺有意思啊 老娘舅的这个 叫博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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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卿嘛 这女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总来分两层 一层叫现实 对吧 爸爸妈妈说的话 往往是现实 另一层叫理论或者理想 李银河说的话 往往都是理论和理想 就是说道理是对的 可是现实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像老娘舅他讲这个话 嗯 就是说你甭甭甭管外国怎么样 或怎么样 中国就是这样 说难听点 女人乱搞就吃亏 女人乱搞就贬值 你以为我也是男的 你可以说男人的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可是我可以告诉姐妹们 你要这么搞 你最好偷偷的 你要名声在外 你在男人们眼里 你就烂嘛 你就贬值 但是这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女性是不平等 不公平 可是为什么又有这个东西呢 家腾不会有这个观念 对我刚刚是沉默 我没有办法回应 因为这个问题 当然不要乱来 这些男女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男人就是从高 再站在到达的至高点 是指示女人不要乱来 那男人难道可以乱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在至少在日本 我们男女都是平等的 而且还有我们说女人 说男人不要乱来 所以在中国有的男人 就是说他这个封 也不叫封建还是什么 他还找理论根据呢 他那个理论根据 也让你没法博他 他就说 说这个东西 也不要老说是什么男尊女卑 他说为什么全世界各大宗教 各种道德系统 几乎大部分都是要管女人 对吧 对 他说这是为什么 他说你想想这个道理 男人很难 女人要放开了 那可太容易了 俗话说就叫男追女隔层墙 女追男隔层纸 他说你说当年孔子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你们太容易了 你们要乱来 你们要解放 我们得由你们同意才行 你们我们都同意 是吗 你们要女人 女人要 在日本是不一定的 那我在中国 我看到 至少我看到的情况 往往是女追男 在日本呢 在中国 在中国 日本是不一样的 而日本是女追男 中国好像男追女 好像就是说女人的地位 好像变得比较高 比较高 反而比较高 然后就说 大家都尊重女人的这么一个面子 然后男人都共同去保护女人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所以说你站在比较高的点 是说你不要乱来 你要尊重我的人权等等等等 所以我在这个情况 跟日本和中国还是很不一样 但我们在日本 这个你不要乱来 这至少是男女平等的 男人不应该更乱 不应该更乱来 国美负责中国方面 你可以谈谈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还涉及到一个 这个男女的生理上的需求 哎 就是说 这男性呢 他可能就是生理的结构 他他就会 他就会有欲望 他就会有需求 我觉得女性 女人会有 当然有 当然有 人家都急了 我都知道 你们两个都急了 你跟我急 这叫皇帝不急 急死 皇后不急急死太监 那女人当然也会有 但是我觉得女人还是属于比较被动性 我觉得这是人的这个生理结构 是这个样子的 是吗 是 男人是比较感官的动物 你不能否认的吧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这种 这种 你贵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这种 这种 AV的 AV的绝对是男性立场的 是 但女人 但女人也在看 女人也在看 我们在这边男女一块看 我们在高读高中的时候 男女一块看 那这有点违法 但男女一块看的 女人也喜欢看 那女人怎么学的 那我们不要以为 这女人是什么 完全靠现场 当面学习的 那他提前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的 我前一阵 我有一对朋友 就是他们夫妻结伴到日本去玩 就发现贵国 其实日本挺鬼 不是挺闷骚的 这个你以为日本人很保守吗 他们说到日本到处都是这种 就是男人用品 去充气瓦瓦 这种商店 他说都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去看 就发现你看 日本人很大方 男女两个去 那女的一看就跟个白领一样 就看着比如说这个绳子 怎么绑 这女的也很参与 跟男朋友就聊 这么这么绑一下 怎么这么绑一下 他们说这是 对 所以就说这个在里面 包括你穿的手腕 这样的也是一个东西 但是说我们在日本 女人的用的东西 实际上比男人用的更多 在外面外很多类似 有关的商品 这他不是有种 叫咱们的落后的看法 对 这女的是不是有点轻微的受虐 这种心理 她能接受这么玩 日本人本来就有自虐的心态 我在本节目多次强调过 是吧 日本本来就有自虐的心态 女人更有这种 你喜欢被进攻 你喜欢被怎么着 女人是有这种心态的 你是代表少数日本妇女 不是 我代表广大日本人民的 是吧 你还想回去吗 你 对 对 对 这个国美 你觉得你能理解吗 他嘴里的这种日本人 我觉得还是一样 是一杆子打扮一船人 那你怎么不说是 这个日本男人更有那种攻击性跟进攻的对象 女人为了要迎合男人的需求 所以他只好在那边 我们在日本都有一个分两种的 SM 你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 是吧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得一个明确的立场的 是吧 对 那我是比较M的嘛 防御性的 是吧 那就是说这个每个人都得表明立场的 对 咱们还是去一下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已经说不到了 讲得好 加强真是把这日本人的灵魂全暴露出来 是吧 但是广美好像你的女性立场就不一定认同这个 我的女性立场是 还是以中国的女性吧 对啊 日本女性因为我认识的不是太多 那你是希望我有什么立场 我希望你谈谈中国女性的立场 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对 我觉得中国女性你可能还要分不同的年代吧 我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的女性受的一些教育跟我们的想法跟现在的女孩子 还有我觉得南方跟北方的女孩也都很不一样 没错 没错 所以我跟你讲我以前我还住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一票女孩子在讨论 我们其中有一个女孩子结了婚 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 我我如果说是上海跟北京两个地方的话我宁可让我老公到上海去出差我一定不愿意让我老公到北京去出差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样子讲吧他们就是我那个女朋友呢他眼中他老他他他老公是一个呃是马来西亚籍的嗯 然后比较对于中国文化其实并不是太了解他去了上海之后他就说奇怪为什么每次我去吃饭的时候就会有人来跟我搭讪哦 然后但是呢他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上海女孩子呢是比较精明的对如果是没有什么有什么好处为前提的情况之下是不会让他让他老公有尝到什么甜头 嗯但是他就觉得北京的女孩子可能就比较猛一点了嗯啊就可能就不需要就是女孩子北京女孩子可能又比较大情大性一点 就是说哎我如果欣赏你的话呢又你又有才可能外星什么东西都挺好他不需要有什么利益前提嗯这个这个所以这就是各花肉各眼我一个台湾的男人的一个朋友先后在上海北京跟我讲的在我们当中很著名的段子他说呀说这个上海女孩呢要你的钱说北京女孩呢他不要你的钱他要你的命 哈哈哈但是这个我跟你说就是各花肉各眼人跟人啊就是呃特别的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女的对不同的看法最近说那个著名的那个穆姿美穆姿美好家伙那我跟你说穆姿美写的那个东西其实挺女性立场的他的结果就是男人看了都有点颓啊嗯他就是说这个省的男人在床上什么样那个省的男人在床上什么样对就评点这个这个感觉就是玩 男人的这么一个就是平点男人的性表现对啊我觉得最逗的就是说他学这个安徽这个口音说这个安徽这个男男他说的啊安徽男人呢像个监工制的自己也不费劲光看着你忙活等你累趴下的时候才知道问你一句你种了你种了这个种子安徽范言你种了你种了对对对对对我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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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哈现在在日本我们在中国生活的这个日本男人出称 对对对对的这个地方是失败的包括在这里住在这里工作的哈他们有一个很比较广泛的讨论我们很有必要把他的话翻译成日本哦真的那那中国呢各有各地的特点包括女性他们的长相也包括他的价值观观念等等那就说那现在很多日本人到北方南方什么内地宿川都出差多么那他们现在很多圣呢来到这边这个征婚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必须有这个大的眼光这是个多么复杂的价值观并存老娘舅的价值观也很实实在在对 还有慕子美 是吧 还有日本 还有家长 还有广美 台湾 好像就是大家这个个行其事啊 对 是吧 所以还是没有立场 最好是不要有立场 还是身体上好的台湾是开心的 所以说这样